Miradio在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两天就是这个由共匪一手操控的垃圾会选举投票日 特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天天在电视上出广告吹票 无非是怕投票率低得和主旨交不了差 一个假到无伦的选举 投票率低是肯定的 所以包括港共政权 亲共奴才 建制垃圾 和那些忠诚废物 人人都淡地游泳 行骑楼底又大降规 不断唱衰投票率 完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这么伟大 投票率应该是100% 外国人唱衰就说 外国者都看淡 那就真的很有问题 预测投票率极低 当然是有理由的 大家心知肚明 只是不敢说明而已 全香港 看怕只有财婆一个 众人皆罪 她独醒 投票率低 是因为政府做得好 选民没什么诉求 那就不需要选个议员 去监督政府 哇哇哇 财婆这么说 分明就是跟特区政府太上皇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对着根 因为后者不久前 在公开场合推销 完善了的选举制度 说什么 立法会选举 落实爱国者治港 绝不是要搞清一色 也不是单声道 而是要搞五光十色 她有高度评价 新选举制度 具有广泛代表性 政治包容性 均衡参与性 及公平竞争性 什么性都有 就是没有人性 夏宝龙高姿态吹票 希望谷高投票率 财婆竟然够胆死说 投票率低 代表政府做得好 暗示市民可以不用出来投 客观的效果 必然是刺激多些人 不投票 或者投白票 投票率只会低处 未算低 不过 前立法会主席 曾育成 力排重矣 因为财婆 这么说 是正言若反 只不过是要 谷高投票率 可谓用心 良苦矣 老曾日前 在匪暴香港01 写了一篇怪论 为财婆的妄议去解画 他说反对派当然不会同意林郑的说法 但林郑这样说如果黄营不出来投票 就会被解释为他们满意政府的表现 黄营不能让林郑风光 你说不投票 就是满意政府表现吗 好 我们就出来投票 表示对政府的不满 你说投票率低 就是政府民望高吗 好 我就谷高投票率 蓝营的人 听了夏宝龙 都会去投票 为了表示拥护一国两制 黄营的人 听了林郑说 都会去投票 是为了表示反对林郑政府 黄营齐投票 投票率就不受不高了 先不论路争这篇怪伦 是否正言若反 或者别有所致 但是投票率低 代表政府做得好 这种这么扑街的说法 会刺激那些支持泛民主派的选民 出来投票 曾主席 你真的想多了 说句难听一点 就是梅于时势 稍微有良知 以及是人不是鬼的香港人 对即将举行的这一场 所谓选举 投不投票 已有定见 财婆的激将法 是不可行的 不过 再过两天 投票率一公布 结果是史上最低 那就或者会有人说 那就证明了 老曾所谓林郑 曲线 谷票 是纯属 勾 但是一种 共匪的奴才 及及及奴才 当奴才的忠诚废物 就可以振振有词地 将投票率低的责任 推到财婆身上 至于财婆的趁家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六八九 这次还不大大力 插个旧本 而梁粉门 好像蒙眼光 屈妇人等 一定就好像那些 见到血的鲨鱼一样 狂咬猎物 他们最想见到的可能是 特区政府太上皇夏宝龙 发烂烂 照倒米特首上京 闪门 跟他谈谈 多谢各位 收听收听 和分享本节目 请付费支持 颠狗日报 多谢大家 三季以来 成绩突出 有目共睹 各位只需以月费200元 支持颠狗日报 就可以同时浏览 颠狗马经 请踊跃支持 多谢大家 大家可以经 PayMe PayPal 转数快 又或者订阅Patreon 支持颠狗日报 在这里 预先多谢大家 持续支持 颠狗日报 月费计划 下次再见